那么当身体跟这个四肢呢都已经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手掌没有做 手掌没有做 那么非常简单 我只需要呢把手臂的这个口呢给它封上 用Fill后命令 好我们来做这个手掌的连接 其他做好的就把它隐藏起来 那么也是同样的先去把整体表现出来 手掌当中直接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 在四个视图当中进行一下匹配 整体表现一下调整 按钢筹器 支批批好 完全的跟手腕进行穿插 把它分成四段 平直的去切除段数 这个时候跟手腕进行运算 保证它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 计时的调整 在这个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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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三光滑显示 然后去调整整个效果 手掌 整体去调整 整个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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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最强页的部分 那 Vis enc 了 整个范围之内 整个范围之内 做完这些细节 五边面几时处理 都是处理成四边面的 OK 如果你觉得这边太过于密集的话 再去进行调整 去进行分化 现在是可以接受的 还用柔化命令笔刷工具 给它进行一下光滑 处理原论一点 这些地方可以靠贴图来做 不用做那么细致的大拇指 这些可以靠贴图 做完了集中一半 另外一半的镜像就行了 预算 直接combine 然后进行合并定点 那么整个的头部 身体 我这是完成 不断的细细化 等到上面这些下面的线 都确定完了以后 那么再对它进行一个 运算 进行一个这个连接 把这些顶点 把这些顶点都 纷纷的进行合并 那么还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先把它们封上面 然后再同时 进行这个运算 然后再去合并定点 把这些线索完整 最后呢 最后呢我们把眼睛 眼睛还有这个牙齿 这些细节都做出来 完成这样的一个例子 OK 那头部整体进行一下 这些匹配好 这些匹配好 像是这些眉毛啊 小的的附件都很好做 放在里面 对于眉毛来说 直接对一个盒子 做一个Smooth 调整就可以了 把中间 成为行长的压扁 这个眉毛 这个眉毛就是做 比较卡通一点的眉毛 注意点去中 进行镜像 做出一些变化 OK 我们就是 胡子 还有牙齿 这些剩下就很好做了 我们把它完成了 段数平均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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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其他部分隐藏 这样的话会很好吸附上去 你可以做出一根 然后再去复制 挤压 然后删除历史 观察一下整体的这种粗细度合不合适 删除一下所有的历史 这样的对胡子的外形 做个小微调 尖锐 这种复制就行 这些曲线都可以删掉了 把胡子的部分做横 把镜像 把这个大门牙直接用盒子来做 只需要做出一排就行 上面比较宽一下比较窄一下 好 那最后呢给它上上一些材质 我们就在模型部分给它完成 上上一个简单的材质 那最后这个演出 那做一下微调 给它颜色属性上呢去连接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呢就是来模拟出 整个的一个眼珠的效果 这个我们在材质部分呢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这就是说呢我们才完成这个实例 把红色部分的改成白色的部分 这边呢都可以进行镜像 好最后呢对整个文件做一下优化清理 上搜到历史 好 对于参照图呢就把它直接呢 进行删除 那存之前还要多存进度 保存一下 确认做好了 那么对这些部分 进行删除 然后 进行打组 进行命名 Lazy card 大懒猫 对它 历史 不要的都可以比较 进行优化 空的 组都可以删掉 最后确定没有问题了 对它进行存盘 Final 今天任务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卡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